灭煌煌鱼 Hello大家好,我是阿豪 大家好,我是德勒勒 欢迎回来我们的头牌秀场 我的头牌是买不起冰冰天,我们的BB 在节目开始之前,娜娜姐 踊跃踊踊踊的为我们点赞转发收藏投币 如果可以的话,请点关注你的支持 是我们的前面小学最大动力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哪一场秀呢? 平时大牌说多了,就是有点反胃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清新可口的小菜 所以香奈尔迪奥那些都是大菜 这里都是鲍鱼红椒肉 没错,今天带大家一起来看 就是号称时尚圈最新冷淡的品牌 叫Zal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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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landa 这个品牌是因为它给人的感觉一直是 甜淡的、雅致的、简约的 有一种独特的秩序美和韵律美 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 可能觉得好看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不一样啊 我们是买不起还有BB的BB基门 花小钱 花小钱 这两个小钱都打低的BB基门 那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看懂Gel Sander 弄清楚Gel Sander的美从何来 或者说如何去理解Gel Sander所代表的一众 极简估议的手术品牌 是的 当然只是粗略的了解 极简的了解 极简风格 我心里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 本期视频会有一点长 知识点较多 这是一篇我们之前不太涉及的知识领域 希望大家可以耐心的看到最后哦 要理解Gel Sander设计中的极简风格 我们首先要把Gel Sander放在一边 把时间拨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919年 欧洲旧的社会和文化秩序 经历炮火的系列 变得满目疮痍、遥遇坠 除了社会秩序 传统的欧洲贵族审美 也渐渐地被欧洲新潮的年轻人所抛弃 解放、自由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 大家知道 其实现代服装也是从一战以后才开始营养的 是的 因为战时 传统高动力 男人们都去打仗了 女性从家庭主妇走向工作岗位 女权运动兴起 共产主义思潮产生 整个社会处于一个就秩序未过完 新秩序未立定的大总当大决俄时期 此时的德意志帝国因为异战的战败 从而产生了魏马共和国 一个学校存在15年的走势 而正在这短短的15年里 一座影响人类现当代工业设计的 设计学院诞生了 哦 难道是Bluefly来想吧 是一所和魏马共和国一样 只有15年历史的设计学校 叫包好斯 还好只存在了15年 不然设计是要贝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亲说过包好斯这三个字 听过的小可爱只能弹幕里面抛1 没有听过的请考铃哦 我觉得对设计感兴趣的 或者说从事设计行业的 或者说家里有过装修经验的人 应该或多或少的听过包好斯这三个字 包好斯由德语的 包和浩斯所能称 直译过来就是建房子的一线最小 这个名字非常的简单直白 感觉还没有蓝翔技巧好听的 蓝翔蓝翔蓝天翱翔 就给你一种毕了业之后 马上就能登上人生巅峰的感觉 包好斯就简单直白地告诉你 毕业之后的去路 就做一位建筑工人 对 你就说到了包好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简单直白 追求事物的本源 我简称B超文贴 要求你具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 举个例子 我们以蒙德里安的树为例 感受一下什么叫化繁为解 现实里具象的各种形态的树 变成了抽象的树 变成了树干 变成了立方体 树枝变成了线条 我们再来看看蒙德里安开发的苹果树 不看标题 你能看出这幅画是一棵开发的苹果树吗 艺术界对这幅画的评价是这样子的 背景与树的枝杆融合为一个整体 二者之间的直线和弧线相互交错 形成一种看似无规律 但又有重复规律的动感 作品画面的色彩 采用了柔美的粉红色 淡紫色系的颜色 给人一种轻快愉悦的感觉 使人进入了一种梦幻世界 增加更多的假想空间 所以理解什么叫B超风格的吧 任理多美的姑娘 在这些老法师的眼里 都是一群叹奇生物 哦哦哦哦 都是一些线条啊 色彩啊 一个字 绝 成远了啊 我们再来说包豪斯 创立这个学校的校长呢 是一个建筑师 他的名字叫做 瓦尔特·格罗皮乌斯 他主张艺术需要和 雕塑 建筑 平面设计 在一起学习 并且呢 设计师们需要了解生产过程 让艺术和工艺结合在一起 包豪斯主张去看一个 事物的本质 摒弃多余的装饰 推崇极简主义 认为好的设计应该是 简约的 纯粹的 集合的 比如最著名的 瓦西里尔和巴塞罗纳尔 我们将巴洛克风格的家具 和包豪斯风格的家具 放在一起对比 是不是就会有刚才看 龙德里安画作的感觉了呢 当时包豪斯的艺术理念 一经推出来就非常受到推崇 这和当时的社会环境 也是密不可分的 第一 这种风格非常省钱 非常适合战争之后的德国 因为战败啊 整个国家从上至下都没有钱 无法和之前的 洛克克17 巴洛克17一样 重金装饰 追求一些华丽的美感 第二 这种风格制造起来省时间 包豪斯的设计是可以快速生产的 它没有那么复杂的工艺 房屋可以快速地被建造 产品可以被批量生产 这种设计风格 大大降低了产品的制造成本 可以快速地产出 提供给平民阶级的使用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主要的来说呢 就是重视实用性 减少装饰性 包豪斯的意义也是非凡的 它让平民阶层 接触到了艺术 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求 是的 那它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先从摩天大楼到iPhone手机 带到大家喜欢的宜家家居 都是在包豪斯设计风格影响下的杰作 就连现在人静皆知的Life is More 也是包豪斯最后一任校长 路德·维希·斯密·凡德罗所提出的 而包豪斯学校的这个模式 就是什么都学的这个模式 也成为现在很多艺术学校的模本 要求学生学习设计 也要了解材料 了解生产过程 从而找到为自己设计 所支撑的最佳的工艺流程 更加注重实用性 非常的艺术 还记得我们之前 哪一期有出现过Uso这个单词吗 请小可爱们在公屏里面告诉我们 之后直播抽奖可能会问哦 OK 前面说了这么多 相信大家对极简风格 应该会有一个非常初步的了解 我们再来说说杰桑德女士 杰桑德被搬回来了 她1943年出生在德国北部的 维斯尔布伦 后来在德国的这个学校里面 学习面料 1968年25岁她 回到德国汉堡 成立同名平台杰桑德 非常年轻 德国虽然不时尚 但是汉堡很富时尚人才 对 再考虑一下 大家在公屏里面告诉我们 哪位时尚大师的家乡也是汉堡 随堂小测试 一个连一个 一夜梦回高考 没错 就是时尚大帝 凯尔拉格菲 我们把时间回到 娇丧的成绩品牌之前 此时正是二战之后 纸醉精笔的时代 深受德国包豪斯风格影响的 娇丧的女士 此时正在美国做时装面接 她觉得当时时尚 为什么都把女性打扮成 娶男性的样子 衣服上有很多不需要的标示 穿着也不舒服 消费者跟着每一季的新的流行 去购买衣服也很浪费钱 她就想我们能不能给那些 工作中的女性 去设计一些不讨好男性的 可以穿着很久的 不过时的好品质的衣服 大家要知道 极简和平权思想 这样的想法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 也许大家不知道 欧洲的女权运动 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顺风顺水 举个例子吧 直到1968年 英国女性才被赋予了 和男性同等的选举权 当年女性学车都是要经过政府同意的 是的 现在女性开车 直接开频道 Vogue的编辑Suzi Mankens 曾经形容她是 Fashion's First Feminist 时尚圈第一个女性主义设计师 但是贾桑的本人 却是这样说的 I never thought of myself as a feminist but maybe I was since I was not happy with the way women presented themselves I was looking for more supportive ways to dress myself as a working woman and since my needs were collected needs in the era of women entering the business world my work turned out to help them 她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设计师 也许我骨子里面真的是吧 我只是不喜欢女性 展示她们自己的方式 我希望女性可以穿得 更像一个工作女性 而当时刚好有很多女性 跟我有同样的想法 于是我的工作就不支持她们 所以融合了在德国 已经成家的豹豪斯设计风格 加上自己的面料专业 和支持当时女性独立的想法 Josanna的化贩为简 给当时越来越多 走向工作岗位的女性 有更多的着装选择 那对于她自己的服装风格 Josanna说 我的设计只跟于豹豪斯运动 她将功能理性应用于 实际日常生活的设计 流线型的美感清晰的结构 还原本质和自由的运动 我希望时尚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来解放 如果有这样的东西 作为我自己的签名 那就是结构感 安静的美丽和宁静 所以从她的话中 我会看出Josanna的整个品牌的风格走向 就是结构感 安静的美丽和实用主义 而魏玛独眼主义 也深深地影响Josanna的设计诉求 急速到一个平静的 头脑清晰的 内心平和的人 那Josanna的设计风格 也影响了后面一大批的 自己的主义品牌 是的 是不是感觉 知识量有点多 各种主义很非呢 没关系 大家可以多刷几遍这个视频 也可以把它放进自己的社群夹 简单地给大家归纳一下 Josanna所推崇的设计理念 就是抛弃花哨的设计 用剪裁好 品质好 实穿的衣服打造出一个岁月静好 与世无珍 不再不潮流 只取悦自己的好品味穿着 那你这么一说 我们今天时尚小轮 来的比较好一件 嗯 13小分点 那Josanna之后 为什么又三进三出自己的品牌呢 Prada收购了它的品牌之后 它为何和Mutia Prada 同心心相惜的好姐妹 变成了老死不相往来呢 听着就好精彩 好刺激 因为这些八卦 不影响我们本期 对Josanna的风格关系 我们都不说了 啊 你们懂的 点赞过3万 我们Josanna的大师系列 就给大家做起来 那不点赞也没关系 不然我们还有很多朋友用钱 还是调点 都在做 都在做 不代谢 那和他这一集 2021年的男装秋冬秀茶 为什么我们要说这一集呢 因为自现任设置师 Lucy & Lux 入住Josanna之后 他们把更多人性的特质 或者说爱 加入了这个曾经以理性 著名的品牌里 虽然人的味道不多 但是呢 因为人情味的加入 而让整个品牌 都更加的有亲和力了 或者说让观看者 感觉到自己和服装 有了一个连接 我们看到了 Josanna品牌设计里的温度 2021的秋冬男装秀场 这一队加拿大夫妇在疫情之下 已经有一年没有和家人们见面了 而他们呢 把自己对于家人的情感 注入到了本次秀场的设计当中 也让这一季 在保留原先品牌基因的框架下面 变得特别的动人 因为疫情呢 和绝大多数的品牌一样 他们选择用电影的方式 来记录前套秀 描绘了一个细物片一样的环境 选址就在巴黎北郊的 弗朗孔维尔城堡 对错 不像其他城堡那样 富裕堂皇 气势恢宏 弗朗孔维尔城堡 非常的破败 房屋也留有之前装修的痕迹 不有一种文明遗迹 就是辉煌之后的破败感 国特身体厚重的外套 高高竖起的高领毛衣 有如口罩 在昏黄的夕阳里 像一个有意在外的孤独牛仔 你也可以把它幻想成在科幻片中 太空站里 遥望地球的孤独时空旅行者 不一样的场景 一样的是人类内心中永恒的孤独 男伙们在同一个空间里面行走 但是互相之间完全没有交集 像不像在疫情期间 需要保持社交距离的我们呢 因为疫情没法和家人见面的我们 只能隔着冰冷的屏幕 互相打招呼 设计师用深浅不一的灰色、黑色、白色、石色 这些低情感的颜色 搭配材质硬挺的面料 构建了一个外壳 一个钢筋水泥的世界 是的 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家若任意味的部分 我们再来看到设计师用柔软的真织度内搭 有很多高宝盒的红色、小饥黄、松石绿、闪电蓝 冰花粉、薰衣草籽 出现在冰冷的钢筋水泥之间 然而感到了原始生命力的温暖和希望 也表达出设计师对未来的乐观精神 就很像我们之前说到的那支穿久保龄的香水作品 Concrete水泥 它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在钢筋水泥的缝隙当中 又长出生命的小花香草 那种感觉很微妙 有一种高度发展的文明 和原始生命力的对创的感觉 配设上大量童子军的领巾、口哨 写有mother的项链 以及刻有father和mother的胸针 展现了我们每个人最天真、最无邪的童年时代 以及设计师对于回归家庭的呼唤 本次经历的疫情让我们不得不停下脚步 来反思什么才是我们最真实的东西 那就是我们人类最原始的情感 LOVE和爱 人生一世草木一春 我们在很大的历史和无尽的实践前面 都是一个无足倾重的点 人类最可爱也最可悲的就是我们的乐观 虽然每个人的结局都是死亡 但是我们依然努力了活 疫情当下我们更没有理由去虚度我们的生命 我个人觉得也是一种抱好色思想的体现 它不在于看物体的本质 它在于看人生的本质 最后要说的一点 是在笑场道中look33 这件衣服背后印的女性肖像 是来自于包好斯女性艺术家 Florence Henry在1920年的摄影作品 我们觉得这个设计一来展现了品牌 只根于包好斯艺术理论 二来它作为一个过去的老照片印象 就和儿时的童子军围巾 口哨一样和过去的记忆做了连接 这些细节也让整场设计更加的耐人寻味 更加的有层次 在节目最后呢 我们也把我们最喜欢的look调解出来 欢迎各位在评论和弹幕里面告诉我们 你们继续那一套 好了本期节目就是以上这样 希望大家喜欢 希望通过本期节目呢 大家对于Jazzana这个品牌的风格 有了一些了解 也可以在之后呢 举一反三 从而看懂别的极简主义设计 当然啦 如果你想听Jazzana和Prada的八卦的话 就请不要忘了给我们点赞 八卦有人不想听吗 除了点赞之外呢 也可以给我们转发收藏投币评论 如果可以的话 请点个关注 点个关注五迷路 那我们下期投币秀场再见 拜拜 拜拜